大家好,我是超夏颂 天地之间,我是一棵小草 欢迎你们来,我们一起读书 今天开始呢,我们又看了《报夺经》 循环看,看看又往回看 很多书呢,经典的部分呢,也不是很多 但是前几次我们讲的那个 明朝那个《红木龙》写的《智能》 那个书呢,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如果你有兴趣吧,或者说对管理 或者对需要了解分团的世界里面的一些 本质的情况的时候 你需要去把这本书看一下 也许呢,你能够从中发现一些什么 我们并不是现在不讲了以后都不讲了 而是说暂时停一停 而且事实上,我接受了一些网友的建议 我对那个,你做了一些类似于贝克一样 做了一些,列了一些提纲在上面 以后我们再讲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又回到讲《报夺经》这个什么 经常画一画的所谓呢 不至于让自己呢,就是觉得很枯燥 包括轻重的,也不会觉得很枯燥 前面有一个视频里面 我录好了一个视频说 看《《道德经》的话需要12种能力和基础和认识 讲了12个 但我不知道我现在还能不能记起来 不知道我现在还能不能记起来 这12个 应该是记不起来 我就大概就讲了 如果说你试图去看这个《道德经》的话 你试图去看的话 如果你没有一些基础的能力的话 我建议你就不要看 那你就把我这个视频来回来听就行 应该比你个人去看要好得多 因为呢,可以断定的是 在我心目中可以断定的是 100%的,没有一个是准确的 没有一个是准确的 我大概就讲这10种能力吧 大概是哪些呢 第一就是说最简单的 你得会文言文的理解能力 文言文的理解能力 你不会简单的这个文言文公敌的话 那你可能就很麻烦 你完全看他们写的这个注释的话 这个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他们这个注释我也看过 我几乎就是把他们的 这里还有一本 他们注释我几乎全部否定掉了 这是另外一本新的一本书 几乎全部都否定掉了 没有意思他们根本就不了解 是吧 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汇一些基础的文言文 基础的文言文 但这个基础的还不行 还是有点相当高的文学文言文公敌 基础的说的太太委婉了 再一个来说的话 你要知道这是这本书呢 它是写给谁看的 它是写给皇帝看的 不是写给普通人看的 所以你去看的时候呢 第一你会觉得没有什么用 第二呢你也不理解 所以就像很多人说我们说大道理一样的 他说这个他懒得听 一样的 如果说你觉得这是一个大道理的话 你懒得听是一样的 随便理自己 随便理自己 但其实人家讲的并不是大道理 为什么它会变成一本哲学的书呢 是不是为什么变成一本哲学的书呢 第三个来讲呢 就是这确实它不是一本哲学的书 它不是一本哲学的书 而是一本治国方略资政的书 就是帮助国家 帮助国王怎么来治理国家的书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明白的话 那么就是第四个问题了 它一定不是一本无畏而至的书 它一定不是一本无畏而至的书 顺其自然 那是要扯鸡八蛋是吧 扯鸡蛋是吧 扯蛋 不可能顺其自然 它为了治理好国家 它怎么可能顺其自然呢 所以 第五个 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老祖 他是一个谋略家 他是一个谋略家 他并不是说 他是一个文学家 他不是一个文学家 所以你要从谋略的角度去 看他讲的那个话 包括他讲的富有哲学意味的这些话呢 其实他也是因为有谋略在里面 他深藏了一个 深藏了一个实用 他的实战 也就是说他摆脱很多表面现象的东西 他在暗暗的在里面实战 所以实际上他就是这个就是第六个问题了 他实际上你还相信它是一本实战的书 但是不光是相信就完了 当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讲的很多都是在实战 所以第七个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明白 那个年代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把现在所理解的一些情况的 一些概念的往那个上面套 你套你是套不出来的 它其实就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 而这个道理主要是什么道理呢 就是治理国家的道理应该怎么去做的问题 它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所以而且它又不是一本纯粹的哲学书 导致它呢 并没有完全往哲学那个方向去发展 它只是告诉国王该怎么干 告诉就是国主该怎么干 这是第七个 第八个呢 你要明白当时的这个社会状况 这个社会状况 很多观念是在当时是认为是可行的 是可行的 必须的是吧 但是现在这个观念有的已经遗失了 已经没有 比如说第几章里面 他也讲的一个风箱的那个例子在里面 那个风箱的那个例子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风箱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都不知道风箱是什么东西 有的人知道 最多人人家知道补风机 但是那个时候不仅是有风箱 而且风箱的那个工作原理 他们只知道是可以讲是只知其人 不知其所以人 所以他拿这个风箱做了作为打比方的时候呢 你是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 然后呢 他最终就是为了说明他要表达那个意思 可是今天在我们看来 他这个情况是可达不了他那个意思 但是如果说你站在 但是因为你站在精神的角度上 你要是站在他的角度上 自然而然你也就明白了 你站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角度上 你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再一个呢 就是对能力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有很强的这个抽象能力 还联想的能力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你肯定是弄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呢 这虽然是一本资政的 资政的这个文章 可是呢 它实际上 它又是哲学意会很深的 就是高度和深度都很 程度都很大 既很高也很深 所以呢 如果你不没有很好的很强的一个抽象能力的话 你也就没有办法去理解 这个能量是什么意思 对吧 在一个第十个来讲 如果 你 如果你 我们现在在学习的一个方法是什么意思 因为老师先 上课的时候老师会先给我们讲一个定理 比如说这个 直角三角形呢 两条边的平方和 是吧 两条边的平方的和 等于斜边 等于斜边 然后呢 它就证明 开始证明 然后怎么去证明两条斜边的平方 慢慢证 到底是画个 到底是把它画成这个 这个 反正通过各种方法来证明嘛 最后证明出了一个结果出来了 是 两条直角边的平方等于斜边 但是 它不是这个思维 它不是这个思维 它是告诉你一个道理 然后 让你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 有没有这种例子 如果现实生活中有这个例子的话 那就是叫 证明它的存在 也就是 证明 他们就是证伪还是证真 这个样子的 这是两个相反的思路 在里面 如果你是打算 你以为它跟你讲了一个事情 然后又讲了下面一个例子 你以为那个例子是证明它的话 那告诉你这个是证明不了的 因为呢 它是先讲这个道理 道理讲在前面 然后我们需要干什么呢 我们需要从它这个道理出发 然后在生活中找这个例子来验证它这个道理 如果验证的是对了的话 这个事情我要深刻讲 如果不讲你肯定不明白什么意思 其实呢 也就是他们讲的 证明它是假的 还是证明它是真的 是吧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证明它这个是假的 你举个例子证明它是假的 这个他不管 他就是说 他就找了一个例子证明它是真的 他指的是这一步路子 这个是他当时的思考的模式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这里有一块糖在这里 是吧 我说这块糖是甜的 回信你尝尝 好 你把那个糖吃到嘴里去了 如果说 你之前已经确认了这块糖是甜的话 然后你尝了之后 你感觉那个糖果然是甜的 你会认为曹哥讲的话是对的 这是 这是你一种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甜味 然后呢 当你把这个糖果吃到嘴里面去 它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你五味令人口爽嘛 这一个味道就让你口爽 这是真的爽 你吃到嘴里面之后 之后你会发现呢 这个味道还不错 那还不错呢 然后你就你就觉得 哦原来这种味道就是甜的 然后难怪曹哥讲的那个甜的就是这个味道 那么对不起 你没学到 你错了 明白吗 他讲的是这个思路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 那你把我往回翻 我讲的这个例子已经是足以证明 或者是足以证明 或者是我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 足以足够了 如果你没有听懂的话 你往前就翻一遍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事情 还有第十一个呢 你要认同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当时的世界上是分等级制度的 比如说天地人啊 人里面又分了 士大夫啊 什么这个国王啊 要分这个这个 这个贫民百姓啊 人民 就分等级的 你如果不把这个社会进行 进行等级进行去区分的话 你也依然是不明白 他讲了很多道理在里面 因为为什么 因为自己呢 他就根本就不是给老百姓看了一本书 说的更难经一点 他有没有忽悠老百姓的意思 当然是有忽悠老百姓的意思在里面 他这个书当然也忽悠老百姓的意思 但是他并不是说把老百姓骗傻骗 而是说把老百姓把那个正道上面去 让他们过上幸福的安定的生活 过上幸福的安定的生活 第一 当然最后一个我也说不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 那就不说不出来就算了吧 那么从年代上来看这本书 从年代上来看这本书 或者说这个道德经这本书的话 就是比比较早 所以呢 应该来讲所有后面所有的这些书本呢 它都是都是 道德经的下一代产品 都是它的下一代产品 除了那个前面有记载的 比如说像上书啊 诗经可能有一些不是诗经的上书 除了上书诗经这些之外的话 没有一个是专门的 还有完整的记载在里面 但是道德经当时是由于人家强行的要求老子去写这样一篇文章 所以他才写 写完之后呢 他就成自然而然的就成了一个体系在里面 但是此前在社会上的传 流传的基本上都没有完整的一个系统的体系的 包括后来也是一样没有 包括《轮鱼》和《孟子》都是一样的 并不是一本完整的书 它不能表达作者整理的思维模式 所以为什么人们对孔子的看法很多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怪他自己 他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完整的表达出来 所以他平时在《轮鱼》里面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随意性就特别大 这个讲话的时候 可能今天性情好的时候是这样讲 明天性情不好的时候 比对事情情况不对的时候 可能是另外一种讲法 所以其实导致《轮鱼》的思想性 真正来讲 整体上来说《轮鱼》的思想性几乎是为负数 几乎是为负数 我讲的是小于零 真的他的思想性还是小于零 原因就是因为 他本来他是可以引导人们向一个正确方向去走的 可是由于他那个思想 这大量的思想是混乱的 如果你只看其中的一两篇文 这个学而时息之 不易悦乎 无故而之心 可以为之义 你看这几个简单的 你设取的是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大量的去看的时候 你的思想整个就混乱了 因为他并没有完成形成体系 最后还有一点 这一点我不告诉你 这点是独家秘籍 其实我在前面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独家秘籍 就是这是一篇文章 不是本书 请此而入 好吧 当你们了解了这个 我们了解了这些之后的话 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进行下一步就是去读 如果你不会这些的话 还有很多人把那个倒背如柳 递多少张 递多少张 只要你讲出一个数字 它能如数加针 就像背诵那个西游记的 那个题目一样 西游记的那个 每一篇那个题目 八十一纳那个题目一样 它每一个它能背得很清楚 那是一个愚蠢的做法 这是一个愚蠢的做法 然后我是说这个里面 这个八十一章呢 是一个比较有那个跟西游记 那倒不是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西游记 那时候还没有西游记 碰巧 也可能是碰巧 我说的那个 其实已经到了十二十三个了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里面的 确实是混乱的 这本书里面 我拿到这个什么通行版的吧 通行版的什么 什么本呢 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本呢 它是确实里面是混乱的 我们看了之后 也知道里面是混乱的 所以呢 你如果说不具备 我前面讲的这十二种 你就肯定是行不通 但是如果你不会讲我 我还没有有一种 我没讲的那一种 那一个你不会的话 那你也是一个的 也几乎是白读 没有用 所以是 所以网上不管你看了多少 还是书看了多少 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 包括和尚公 包括和尚公的注释 和尚公更多 他不是注释 更多的不是注 他更多的不是注释 而是理解 可是呢 他的理解的层次 跟那个也是截然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他是把这个当成了一本 讲究 讲思想的 讲圣人的那篇文章 就是说 就是说把 把老子放在圣人的角度上 去考虑的 可是老子 自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圣人 而是把它当成一个 类似于教育 就是劝导 敬见给国王看的那个身份 所以这个你这样去理解的话 免不得 中国文人免不得干这种事情 是吧 什么事情呢 就是溜须拍马 溜须拍马 然后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有好处 你拍马 你把你所推出的东西 也吹一吹牛呢 这样就显得你很高大上 那这个是自然而然的 这是自然而然的 好的 这一节 我就讲这么多 如果说 你具备了这些能力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看 曹哥 说的这个 这个 这个视频 如果说你不具备的话 我建议 你把它 这个帮我 做的 往后面的这些视频 你看一下 如果你想了解 道德金的话 我觉得你一定会 豁然开朗 你也会重新树立 到底是中国 什么是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到底 留在什么地方 好 感谢你的 收听 再见